咱们老皇家 今年又出了两位大学生 这件喜事 可以在其他老太太面前吹嘘一年 儿媳妇 这还要感谢你的苦心栽培 好好敦促秦儿 赶紧考个研究生 再给咱们长长脸 是是是 儿媳一定赴汤蹈火 老娘 差不多得了 您儿媳为了照顾孩子 打拍事业已经搁置很多年 好不容易孩子都上了大学 你就放他冲操就业吧 等俩闺女来了 咱们帮他参谋参谋 选的专业忠不忠 儿子你这户气户得太明显 老娘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看在你说的很有道理的份上 原谅你 你看尔康学的金融 没事还能炒炒鼓 咱们永齐历史专业就选得不好 以后盗墓搞不好还被抓进棘子 我们不盗墓啊 那你说说历史上甄嬛是不是死了 是 你们考古吗 不考古 我们平时就是熟悉历史地理学什么的 了解的不是很多 也就是上下五千年 哦 好厉害的样子 紫薇拜见奶奶 最近跟高中同学喝了三天三夜 七点早上醒了有点梦 所以迟到了 小燕姐也认错 让大家久等了 你们两个选的什么专业 细文 乖孙女 奶奶耳朵不好使 大声一点 哦 选的新剧影视文学 简单来说就是细文专业 细文 学西方文化的 说金融 哎呦奶奶 不是西方文化 我选的是新剧专业 什么鬼 竟然花钱去学唱戏 我以前就是国粹名剧 你还用得着跑到大学去唱金剧 七大姑八大爷 把他们拉去复读 小燕子 你要再敢报戏剧专业 奶奶就一哭二闹三上吊 要么重选 要么复读 七大姑 快去 好奶奶 戏剧专业不是唱戏的 孙女啊 不准骗我 奶奶啊 不是嫌弃这个专业 就是觉得小燕子去上学 要是唱得不好 我这国粹名剧的脸忘哪歌呀 败坏了咱老皇家的名声 我以后怎么有脸 下去见列祖列宗啊 啊 新闻真不是学唱戏的 声音大就可以学唱戏 长嘴 哎呦 你还真打 反弹 反弹 小燕子 你闹可以 可千万别淋累我 子惟 你的联系不会痛吗 你的专业也没出路 我要揭发你 爸爸 子惟选的是数学专业 他的智商还没有我告 你不信 人都算个账 快个礼 子惟 两盘公保鸡丁 三盆铲嘴牛蛙 四份穿北 凉皮五张 油饼六碗米饭 七瓶啤酒 八双筷子 外加一个大雪碧 三秒钟回答 学生证打八五折多少钱 回禀奶奶 您对大学专业 恐怕有什么误解 学数学的不是计算机 学计算机的 不是修电脑 学农龄的 不是种地 学校也不发大米 学之引注的 更不是包工头 学医的 也不是什么病都会看 孙子 你说话也太糊了 要不是指望 你考古发一笔横财 早就让你回炉重造了 奶奶教训的是 永晴这就闭嘴 哎呦喂 这个学化学的超过凤毒 小燕子 你醒醒啊 七大姑 你们学化学的就会制毒 平时还要练兵器 是不是马上就要变绿巨人了 你变啊 你变啊 你 我是学化学的 可我不制毒 也不练兵器 大伙别着急 我是学医的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学医的惹不起 惹不起 还有你们 更多搞笑视频 搜索虚度8 每周更新